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他的外号也叫安崩盘 你看他笑的 anyway 今天我也非得上一下劲 因为周五呢我们那个做了美洲华尔街 我也跟大家讲啊 这个老汪买了股票啊 大家不要急那么回应的 就是CRX继续跌 一直阴跌啊 昨天老外也跟我说 哎呀 沃尔你这个股票天天阴跌啊 该上我的路眼了 那我说不急啊 觉得很多人说老汪你这个是这个股票操作 你不是叫别人止损吗 那么你看这个股票怎么进 你自己在九毛八买了 现在都七毛八了 这个跌幅很大 那么我想就是跟大家告诉大家一声 因为我是这个股票的庄 英文叫issuer issuer就是说发股票的人不是买股票的 对 那么第二呢我知道这个公司的状况 我觉得第三咱们这个股票又非常小 就是最近的下跌呢 也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几个股票 就是大麻的 好像大麻有崩盘的味道 今天大盘的上涨43.88 纳斯达克上涨5.09 标普上涨4.40 我昨天呢买了这个苹果的当周的齐全 非常难做 现在这个行情 因为你要每时每刻 像我这个时间呢 就是半小时做直播 我也想给大家露两手 想在半小时之内呢 给大家上个快餐 30分钟的快餐 结果呢快餐没 没做好 烧糊了 哈哈哈哈 杰森笑死了 我能赢杰森笑也不容易 哈哈哈哈 这个 大家来看一下哈 就是 为什么上壶呢 呃 因为我设了一个止损点 我是两块钱的 call 然后一块八止损 呃 就是说这个 你要天天掏住非常难啊 就昨天我呢 想给大家上个快餐 结果上下个单 结果 当我下完这个单没出两分钟 因为我电脑会响 他一成交就会响 蹦一下一个弹琴的 蹦一下弹出来 我说完了 止损了 一看果然止损 才两分钟就止损 嗯 就亏损了两百块钱 因为这个波动啊 比较少 这个苹果呢 这个压力呢 在一百五十五附近 啊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讲这个 中文投资网呢 呃 我作为一个issuer 一个庄家啊 有的朋友重仓 有的老年人朋友 他说我没孩子啊 我八十岁了 就买了两万块中文投资网 其实我们都想在亏了啊 也有些朋友说亏了啊 这个故事呢 都是一直在 因为咱们公司啊 是在呃 二二零一年的十二月啊 零点七八九十三万八千 今天下跌了 百分之十啊 那么我首先 来跟大家讲啊 这个过去的五年当中呢 我天天啊 听到的朋友们呢 就是抱怨声啊 因为 呃 好的啊 我们上市以后呢 一路跌 跌到两毛八 反弹到一块 跌到三毛一 反弹到八毛 啪啪一跌到两毛五 去年更离谱 跌到一毛二 啪啪啪八八 冲到两块七毛五 所以我们呢 整个的一个走势呢 都是来回的 这个震荡 好 那么呃 我觉得呢 就是作为issuer 因为我今天不是以 这个亚马逊的身份 apple的身份来做 而是我作为一个 呃 公司的老总 来说这句话呢 因为我收到很多 呃 朋友们啊 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每天complain啊 说你应该学学马云 然后呢 公司应该回购 把我们的股票回购啊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股票呢 是两块七毛五 最高 那这位说我 要我回购的朋友呢 结果他这两块七毛 我没有卖掉 哦 因为他存 他款都不看了 啊 因为他很生气 啊 因为大家一看到 股票跌呢 就对涡人王很生气 所以做这个issue的人 很很痛苦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马云这个股票 也是这个腔调 啊 跌到57 现在越走越好 如果我们从这个 长期的角度呢 我觉得 呃 像我买了更多 我会怎么办 我觉得 啊 如果说股票 越低 股价越便宜 那么买的股份 就会越多 第二呢 我们公司呢 正在 呃 我是想把这个公司 真正做好 我没有 想捞一票 就走的味道 所以呢 我会 我们有很多事情 啊 我不想 说 因为这是个公开信息 不管你相信 不相信 至少我星期五的发话呢 是没有用的 啊 但是呢 我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 呃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大马股板块呢 都是普遍是 阴跌不止 啊 比如说像 Massroads 现在就跌到六毛一 呃 本月呢 下跌了百分之十六点六九 呃 如果看 TRTC啊 那么这个股票呢 也是本 本月呢 下跌了百分之三十 啊 然后呢 我们来再看 Weed 这个 Canopy Grows Canopy Grower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 加拿大的一家公司 它本月下跌了百分之十一点三九 那么CRX本月是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六啊 所以本月下跌很多 很多朋友还是问我 为什么下跌 主要还是我讲 有一些买这个大马股的朋友呢 他们现在啊 被迫止损啊 有一些我们的股东呢 想炒反弹 结果没炒成 也在变相的不断的止损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呃 从issue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希望能够呃 九毛八 因为很多朋友说 哎呃 Warren你这个操作风格和苹果不一样啊 苹果一不对 你就出了 为什么CRX 啊 不能出呢 像我这种呢 一定是把CRX带到上亿美金的这个revenue 上千到上亿美金的一个revenue的时候 才会考虑撤退 啊 我我们到时候有了自己的一个专业的CFO CEO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会撤退 呃 现在 too early 啊 所以我会买更多 啊 所以我想应对的 大家生气已经我无所谓 因为2011年以来一直朋友们在生气 但是我发现这些生气的朋友呢 在两块七毛五的时候呢 他连股票纸都没有存 都没有get ready 嗯 所以非常可惜啊 呃 那么在两块七毛五 沃人王是怎么想的 我在想他发挡到五块 啊 在低的时候呢 我还是对公司的本身的基本面非常非常有信心 呃 票名义 在赌博 是 中国被公安是要抓进去的 哈哈 不过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一个赌场啊 里面就是国家开的一个大赌场 很多人说的 有一些朋友说的话 蛮有那个哲理性 他说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 所以国家开的一个赌场啊 呃 但是呢 我觉得也有一些人呢 借着巴菲特的名义呢 来开赌场 对 啊 然后呢 所以各种各种门派都有 但是也有真正的投资者 anyway 呃 今天这位朋友呢 他说了杰森 因为杰森 呃 他非常想听 他非常 因为在YouTube上 那个YX 你能不能留点时间 留点空隙呢 我看他不停的 他在一天的生存的意义就在于此 你别拦着他 哈哈 呃 他说Chinese FM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比较喜欢您的风格 很风气幽默 你的知识面很广 杰森老师啊 现在跳到杰森老师 他这位朋友为了给我点面子 所以他不说我坏话 哈哈 哈哈 他其实也有意见 但是不好意思 哈 下面就画风一转 直接转到杰森老师 杰森老师 七首判断的这个别人 他喜欢听别人评论 杰老师下面也提到你了 哈哈哈哈 杰森老师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点很好 但是心态不稳 整天变来变来变去 进进出出 我想没人会跟他 也没人能跟上他 杰森老师呢 把握比杰森准一些 但是呢缺点呢 是一直看多 涨也看多 跌也看多 股市不可能一直涨 总是涨涨跌跌 杰森老师下跌 把握的不太好 在整个下跌过程中 从半破就开始叫 一直叫人满 就像沃尔老师以前说的那句话 刚学投资的人 是在山顶上 有经验的人 是在半破上 所以杰老师会在 NVFY上面卡死 杰老师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只说明他自己的观点 不像杰森那样 愿意分享技术原理 如果真的做起司盘来 杰老师未必能赚到钱 哇这句话比较重 我应该原来不读这句话 你想我能提供一些 目前Chinese FM分析师的 不足之说 而且能让大家跟得上 顺便一下分析 说一下我的分析结果 您的公司CIX支撑点在 请您记住这个点位 看看我的预测准不准 请您先别公开这个点位 所以呢我今天呢 也欢迎大家呢 这个扫我微信 写一下CIX看法 因为CIX这个股票的没有基金 没有机构 基本上写散户 等于是追涨杀跌的游戏 你看这个 我自己去读21点的时候 这个风水熔林战 好的时候 赚老多钱 20块钱都能变成1000块钱 差的时候1000块钱 变成没有了 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们呢 CIX就是一个赌场 就是涡人王开的赌场 我要让这个赌场的 每个月的量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呢最后呢 看看这个中文投资网往哪里去 但是我跟大家说 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总呢 最主要是把公司自己的业务做做好 你看其实这个亚马逊 在过去的这个20年当中啊 它也是这个 有涨涨跌跌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呢 是有真正的实在的业务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这个量非常大 你看在它低位的时候量很大 现在的量几乎是没有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是机构 这个时候量很大 所以作为一个 又是做股评 又是做上市公司的老总 世界上真的是前无股后无来者 我就是一个 那么我想就是 把我的公司炒作成一个量非常大 最后有一个盘子股价 在两三块五块十块那种 那就逗了 所以总体来看 最近的这个大马板块 跌幅呢是蛮大的 像WETV 还有这个TRTC 刚才已经讲到了 CVSI 13.91 CBDS 这个股价呢 这个月反而是上涨了7.63% OK Anyway Jason老师说一下吧 今天对整个行情的一个看法 今天的话呢 在我们的VIP直播当中 那么跟大家阐述了这种观点 在2400点下方的话呢 会有一个看似反复争夺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回跌的深度应该不会太大 应该不会太大 今天有朋友呢 在VIP当中呢 建议我开仓 在2400点呢 开USY 我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行 先不能开 从坐盘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在2400点给大家形成的一种共识呢 就是2400点很难以被突破 2400 来24001 10305 包括今天啊 也是2400点多一点点 那么在这种走势的情况下呢 如果总统的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风波 不再起波澜的情况下呢 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一个微幅的 小幅的整顾的过程 不会大幅度的向下杀跌 如果大幅度向下杀跌的话呢 那么市场的这种做盘的这种意义就没有啊 在2400点啊 在进行一个小幅横盘的过程之后啊 会伴随着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这种启动啊 然后呢 直接跳到2400点上放 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大家都认为2400点很难逾越的情况下 形成一个高位的一个平台向上突破的走势 这是对于盘面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 向上突破之后 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啊 看这个行情的演变过程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 随着向上突破的过程的伴随着的风险 就在加大 就在加大 有点类似于前期 这个第一次触碰2400点的时候啊 一颗阳线蹦起来啊 然后呢 当天拉升的幅度很大 但是呢 后续伴随着就是阴线直接打下来 所以说呢 在2400点突破之后 我们反而呢 要注意投资风险 在最近这两天的粘着过程当中 我们在做多的时候呢 可以呢 稍微的大胆硬 稍微大胆硬 这是基本的盘面吧 好的 今天这个NVIDIA 走出了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哈 所以我觉得配信的投资人 他不用太急 因为大家都在说 老王最近说的蛮准的哈 NVIDIA 一买一说就涨 我觉得这个 大家还是要比较长期吧 刚才Andy老大呢 说哎呀 CIX跌的真惨 没有关系 我说你直接看美股富豪 该说的我就说了 大家 希望大家赶快 Capture我的脸 晚上呢做一个头像 每天打拳击的时候 把我揍死为止 但是呢 我并不是造成这场 惨剧的幕后的推手 而是大家 有老外 有老中 反正这个股票市场 我想想也很逗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 硝烟的战争 大家疯狂抛 说你抛我抛 大家都疯抛 有的时候必须来一个警察 来来维护一下 那么我已经做了 我该做的 比如说做节目啊 自己买股票啊 自己不抛股票啊 自己把业务做好啊 Anyway 这个还是一个OTC的市场 还是一个散户的市场 那么今天的整个的 整个的 这个纳斯达克呢 由于收到这个整个的 就是晶片 晶片类板块的一个 就是回落呢 今天的表现呢 就是还是非常 非常奇怪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 像UBXY的话 已经来到了一个 双底的一种可能 而且ISI也背离了 而且今天很奇怪 曼特斯特做了一个 这个球场啊 还是音乐会爆炸 死了22个人 这个对美国股票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个人觉得就是 美国市场 完全以前是只要 一有爆炸什么 股市就暴跌 对 我记得 现在是大家已经习惯了 每天生活在 这恐怖主义袭击当中 所以这个东西呢 市场是会变的 Anyway Youtube上的哥们 我也非常感谢 这个各种声音 这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那仓位大伙跟着停 我那FCX我一直是 我要是快起来的话 很快 买进卖收很快 但是要是慢起来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慢 非常非常慢 大家能跟上的这些单 基本上都是一个不断性的舱里 都是不断性的舱里 所以 不断改进吧 不断改进 也谢谢这位朋友 这个点名的一个提示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沃尔老师后面还有很多 很多项工作在拍 是是是 那咱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大家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